今天我們來這個亞一炒薯吃晚飯 周圍都很爆 雖然找位都不算難 它有隻很大的龍蝦 我們就在這個包廂 疫情之後已經有這些狗公甲 現在還是這樣 它根本上是爆了 現在香港的朋友是喜歡洗碗的 過到來不用自己洗碗 但是去到茶樓也是要洗碗 這個九肝雞 我上次吃過都很好吃 這個九肝雞很好吃 雞味濃郁 夠滑 雞皮黃油 是很好吃 在加拿大來說 在加拿大本身這雞不夠香港會吃 但它都做得很好 然後這個豉油雞 然後還有一個王岐米山 是斑南 很厲害 我們是雙吃的 然後還有咕嚕肉 變態超豐富 而且一次過出鬼死那麼多菜 很快 速度很快 嘗嘗豉油雞好吃 九肝雞好吃 皮很滑 兩隻都一樣很滑 九肝雞好吃 豉油很香 但雞沒有那麼甜 雞沒有那麼濃郁 還有一個乾燒衣麵 很誇張 因為已經放不完 已經放不完 它變成了 它自動 已經放了一些 那沒求 要過半小時後 趕走我們 哈哈 因為我們比賽 這樣鬥 對 還有這個蝦醬通菜 嘩 嘩 吃不切 王岐斑兩食 這個是斑球的部分 我們都吃不到兩塊 已經出了所有的菜 接著是炸蚝 炸漿前炸雲吞 炸雲吞 但裡面就是蚝 汁水也不錯 它有些鹽在門面 這個好吃 炸的沒有那麼鹹鹹 鹹鹹鹹 就開心一點 這個是雞蛋裡面 叫骨頭 黃岐斑的斑球 真的 有斑錶 有些很流 它也有些濃郁的魚味 雖然 如果它再實陸一點 我覺得好吃一點 它就泡一點 略為泡一點 這個量是黃岐斑魚肉裡面的豆腐 炸過的 很甜 不確 現在它也有些腐竹 它腐竹很壯 不過就 偏酸一點 它不斷地建議我們叫這個咕嚕肉 它說起來好像很誇張 但可能它太推廣這個 令我覺得它好像不是特別太好 就是OK 接著吃一下這個 它所謂的蝦醬腐乳 它的蝦醬腐乳就是 尊重腐乳通菜 就不是蝦醬通菜 通菜挺好吃 比較油一點 如果它沒有那麼油 但又做到一個好吃的效果 就更加好 就略為鹹一點 如果不送飯的話 油爆斑球裡面的 外菜 露筍 菇菇 西芹 紅蘿蔔 油爆斑球的菜菜 比較好吃 比較清 比較清 它清得來都OK 有鑊氣 這個就是斑腩 斑腩也有肉質 OK 雖然我黃奇斑雙食 相對來比較貴 鴿蝦最喜歡吃什麼 九江雞 九江雞 小德呢 小德你最喜歡吃什麼 你也是九江雞 韓大媽呢 這個 這個 你喜歡吃黃奇斑 韓大叔呢 我真的喜歡殺手怪斑 這個 咕嚕肉 是咕嚕肉 OK 但我不喜歡吃咕嚕肉 我也覺得咕嚕肉 不錯的 但你說是不是哇 又未必是 Mini 黃奇斑 咕嚕肉也不錯 這位小豬叔叔 就喜歡吃這個 好吃 Mini呢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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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沒有特別配合 因為這個不是日本菜 所以它沒有特別配合 所以它沒有特別配合 我吃了一塊生蠔 這塊它炸得不錯 那個健全度 就有雞翅 它封了一味 就算凍了都OK 少少可以了 這塊好 好把門 不錯 謝謝 謝謝 我們去到一個地步 它有些幫碟 是全都夾出來的 它轉盤 我們都轉不到 不然會倒死所有東西 好像剛才它倒死了一杯水 那樣 現在我們互相來 互相交替就算了 吃乾燒煙麵 試一下它好不好吃 我一向都不喜歡吃 OK的 我覺得上次我們 在外賣點的乾燒煙麵很好吃 擺酒生日的那些 就會吃這些乾燒煙麵 那我就不怪它 那我就 What my favorite 我很喜歡吃上海粗炒的 我很喜歡的 但是韓大媽都覺得這個煙麵一般 上次少得在雜誘吃的龍蝦煙麵 撇除了龍蝦 我都覺得那個煙麵做得很好吃 那這個就弱一點 那個爽蛋 對 而且它不是鹹 它是很甜 有這麵的濃郁味 那這個就 很普通通 韓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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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個結界出來 麵我都可以吃一點點 可以吃菜 可以吃一點的 韓大叔 韓大叔最喜歡吃菜 Mini 你給我一點麵 我給我一點麵 都可以的 它不是差的 但是它不是很好 我們居然吃得完 我們看看小東西 可能沒有了小小孩 我們吃得完 開胃一點 開胃一點 對 對 對 吃得完小小 Uncle 如果你喜歡 你可以吃多一點 豆腐差不多軟 但是其他也可以 雞 雞可以留 麵 也可以留 魚 魚仔都可以吃 魚事不保留 長驚出世界 魚事不保留 甜品送 有這個豆腐花 有的 真正 豆腐花 豆腐花摸在手上已經容易辣滑 它本身已經加了糖 加了 不是奶 少許 有沒有薑汁 少許 不夠那個六號站 但是也挺好吃 它飄得好 就是很大大塊 不是碎 碎濕濕 你那個六號站 因為很小 你飄得很難 就是去到最後的時候 就不是碎濕 這一個角度 就好過 露宅 就是很明顯 就是很大塊